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回到来问答时间 身边嘉宾有研究部经理陈伟聪在这里 Jason,你好 继续听听嘉宁观众的电话 第一方面有范小姐问问题 你好,范小姐 早晨,你问一下自己,你好 早晨! 我想問現在市跌成這樣 跌到多少錢才可以 而且我們跌中國銀行 6881是嗎 中國銀行6881 5.88元買現在雖然雖然走 5.88元買 都好 暫時還有些理人在手 5.88元買中國銀行 現時股價6.88元做6.32元 跌的是7% 家庭觀眾都問到市況 見到今天的低位經驗 穿了去年的低位 今天低位有20335點 現時稍微上升 20393點 四樓都是差的 家庭觀眾問過大市的支持位 和銀河怎樣去到部署 大市支持我仍然維持 如果你說短線的 希望去年低位 或者今早的低位 不要再穿 如果你說這些位不穿 短期的確有一個反彈的條件 上去21000也不出奇 但如果你說連那些低位都穿了 你說向下再跌 都可能800至1000點都不出奇 所以你說短線來說 先看回20300點左右 這些位置 就駁去不要一下子就再跌穿 但當然你看回現在大市的勢頭 或者升跌股份的比例 現時你說指數跌500多點 但跌的股份有1500多隻 升的股份只有42隻 反映現在很多的 無論是重磅股也好 一些二三線的股份也好 都是被拋售為主 所以你說跌穿的機會 真的又不是這麼小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 如果還是持有重貨 都要打醒12分精神 另外你說到6881來講 這些股份就沒辦法 就是剛剛都提過 內地方面的A股就這麼頑皮 而這一類勸雙股就是 這麼靠那個A股賺食 自然都會有個相對比較大的衝擊 你看回它的走勢上面 都幾一面都是轉差的 特別就是看回之前 在12月中的低位 大概6.5左右都是跌穿了 如果你說它在今天收市之前 都上不回這些位 其實你說接下來的下跌的幅度 是有機會再試下去 大概5.6、5.7左右 所以如果你說現時有利潤在手 我都覺得你可以 就先走一走一些貨 好 可以嗎 這位嘉靈的觀眾 下小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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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順便跟進一下整個版塊的表現 先 中資犬商股跌勢明顯 見到中信證券跌超過7% 正在做15.74 海通證券和中國銀河證券 同樣跌超過7.4% 現在分別做11.68 和6.29 華泰證券和廣發證券跌幅更加超過8% 分別做15.14和17.22 好 聽一下那位嘉靈觀眾的電話 第一旁邊有李太 早安 是 麻煩兩位 請好 我想問419 是不是恆信入股了 什麼位可以買 可不可以告訴我 是不是恆信入股 或者恆大入股 好 先看看這隻股份 見到就是中國9號健康 現時419 現價做9.04 暫時跌6% 其實見到股價方面 曾經衝高了上 就是過7方面的勢頭 都幾波動 現時做1元以下 先問李太 本身你自己有沒有貨 沒有貨 我想買什麼位可以買呢 我朋友說好像是恆信入股 我想問是否 之前12月中的時候 也有些報道說到 計劃引入騰訊 以及懷疑兄弟等等 去入股 當時的股價 都曾經炒高過 正正因為這個消息 炒高上去是過幾 但現時跌回1元以下 在市販這麼波動的情況下 還可不可以買一些比較 炒味比較濃的股份 如果你說騰訊入股這個消息 的確在11月尾 12月初那段 反映再出來 你見到股價曾經飆了一陣 但跟著都跌下來的話 反映是市場上 對它的期望 不是太大 一來你要留意 騰訊去選擇入股 會不會純粹是一個 就是短線的炒索 會不會接下來 兩者方面 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合作出現 例如說 如果你看回之前 都有很多的 一些小公司 給一些阿里巴巴 騰訊等得入股 很多時候那段 就只是升一層 但之後的股價 都很快會下來 還有你說 現時的市況這麼波動 會不會都令到 騰訊入股方面的 意欲會是減低呢 又或者去入股之後 會不會都很快 退回一些錢 走引 所以我相信 在這些市況裏面 即使有一些大媽西入股都好 可以令到股價 在短線上升很多 反而如果你說 接下來出現一個走資潮 這一類的三四線股份 跌幅可能會更加大 變相你給我 現階段 就不會考慮這些股份 好 李太希望都能幫到你了 要轉聽一下 為家庭觀眾的電話 第一旁邊有陳小姐 你好 嗨 你們好 有些什麼股份想問 想問問一下長城 長城汽車是嗎 還有1776 還有中交建 現在很貴錢 不如你告訴我 這個2333長城汽車 你本身是有貨 還是怎樣 可不可以說說你的買入價 有貨 我是7元買的 去到10元都沒有走 現在怎麼辦 會不會再上回去 7元買 暫時還有些理論在手 但見到賺少了 心都不太舒服 現時見到長城汽車2333 做的是7.79 跌的是5% 大致做得不好 這些板塊都要跌 Jason 既然有理論在手 是否先走了 會不會還有下調的空間 如果你問我 這些中資股 都是一個額耳機比較高的股份 見到它在股價上 之前跌穿了9元 短線來說 跌到7元 理論上應該有個支持 但如果你說 現時A股這樣跌 這類汽車股都一樣沒有運行 所以如果你說現時有利潤在手 這隻股份 我建議你可以先走一走 好 說到1776 是否廣發證券 是呀 這隻是甚麼價位有貨 這隻高的25元 25元 好 真的比較高一點的水位 廣發證券 1766 現時這刻 在做1776 現時在做17.26 跌近8% 整個中資犬雙股的情況 Jason 都已經分析了 如果說到部署 現時這刻 怎樣去到部署港法證券 同樣道理 你看看 無論是港法 華泰 或者是中信證券等等 這一層都無可避免要跌得比較多 你看到股價走勢上面 亦都叫做跌穿了一條上升軌 因為本身港法證券在去年8月開始的低位 本身連回那些低位上來 就出現了一條上升軌 之前就在大約18個領 今天是一支大陰燭跌穿了這條上升軌 兼跌穿了這條50天線 理論上就代表之前這一段的反彈浪是告一段落的 接下來的市再跌 或者股價即使接下來有個短期反彈都好 但是那個彈力未必說會太大 你說可能上去18元左右 都會有個比較大的阻力 然後那個沽壓都會繼續加劇 所以如果你說這隻股份都真的拿得多 你要留意那個風險 雖然你說現時虧損的幅度是幾大 但是你說現時不做一些止蝕的動作 或者不做一些減遲的動作 我也有點擔心 如果你說接下來的股價真的再下跌 下個位就可能會見到大約15元左右 才會有個支持 所以如果你問我 這些位置雖然你有個不小的損失 但都可以儘量去到減遲一半左右 控制風險 陳小姐還有一百零零中交建 是不是 是的 買入價多少 中交建是三個購買的 現時來說 中交建在做6.64元 跌8% A股方面這樣插發 都要跟著跌 看到今天破了底位 最低位見過6.59元 按照這個板塊來說 市差 或者投資氣氛差 可能基建股可能會更加加快 會不會在政策上幫到手 公司都公佈了 中標了15項鐵路工程 3項公路工程 也有8項市政工程等等 但現時這些消息 似乎沒有什麼振興作用 怎樣看這隻股份 是的 照計你說基建股 的確不應該跌那麼多 當然最大的擔心 就是之前批了出來的項目 究竟有多少能夠成功 如其達標可以開到工 因為去年根據內地審計處的報告 都揭露了很多 關於鐵路 或者其他基建工程的項目 之前批了出來 但不同的地方政府在執行上面 都是達不到標的 可能原因都是因為那個信貸的問題 或者流動性的問題 令到他們資金不足 所以很多工程都暫緩了 令到這類的基建股 在最近這幾個月來說 都跌得比較多些 但如果你說10000 在過去來說 都叫做跌了這麼多的情況下 這些位置我就反而覺得 可以拿著先的 或者你說要止蝕的 就未必要選這隻柱 所以10000暫時 股價跌到這些位置 我就覺得你可以先持有 看看接下來的股價 有機會彈上去大概 可能是7.5 至8元這些位置 那你到時才考慮去到減榜 好,謝謝Jason詳盡的分析 多謝各位家庭觀眾的提問 這次時間差不多 和Jason做回申報 提及各個股份 或者指數相關資產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好,謝謝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有即使功了